姐妹们现在正是下金菊的季节 看我刚去买了这么多 咱们熬点金菊膏喝啊 我每年冬天这个季节都会给孩子熬一些 像家里老人孩子 嗓子不舒服的时候泼一杯 暖暖的特别好 放点盐金菊得好好洗一洗 好了这都清洗的很干净了 我今年买了六斤金菊 咱今天多熬点啊 给我妈送点 两斤金菊放一斤老冰糖 没有老冰糖的放白冰糖也行啊 行了都拌匀了 然后先腌两三个小时 把水分都腌出来 那还腌一会吧 腌的都差不多了 倒进去开始熬 今天熬的有点多 锅还是有点小了 大火烧开它先 一会儿就好了 现在都熬到粘稠了 这得不停的翻搅了 把它水分都熬干 这金菊糕熬的时间越长 储存的越久 咱这样熬的差不多了 晾晾关火 金菊糕咱这就熬好了 熬了满满四大罐 正好大哥最近嗓子不舒服 先给他泼一杯 嗯甜乎乎的特别好喝 秋冬季节家里有老人孩子嗓子不舒服的 你就给他熬鸡菊喝啊 走让大哥尝尝去 南湖湖里好喝 是喝的不错吧 嗯好喝 但黑的肯定喜欢喝 嗯 你也记得喝了点啊 知道了啊 把泽也要照顾好 我跟你说 哎呦 Wow 哦 tech 我